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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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昌蘭哥 歡迎回到這次的 昌蘭哥評評裡 這次的評評裡的題材來源齁 我覺得是非常的特別 那總之最近出了一部 狗屎寫手的影片 那狗屎寫手我大概跟大家科普 不是科普啦 反正他們這個系列很紅嗎 就會請各種來賓 然後上台 然後基本上就會有 博恩他們在後面就是寫那些來賓的台詞 然後就會透過那個對講家 跟他們講說你們要講什麼 那基本上來賓他們就要在台上 就是聽到耳機裡面 傳遞出來是什麼東西 他們就要跟著講 然後藉詞去引發一連串的笑點這樣子 那最近有一個來賓 非常的火紅 他是羅百吉 羅志賢 他是羅石峰 我剛才是真的講錯了 他是羅石峰大哥 那羅石峰大哥他 雖然說他已經 出道三十幾年了 可是他 他算是這個節目裡面 算是最資深的一位前輩嘛 那一部真是我看過最好笑的一部 我現在大概 repeat了一百次有了 總之 裡面有一段台詞 就讓我想到 其實我可以做一個相關的科普 那我現在稍微 repeat 他那部裡面的台詞 總之 羅大哥他在台上 介紹他自己的身世 介紹他自己的經歷 那當然這些經歷是對講機裡面的人 就是講給他聽 然後他要跟著講出來的 當然他有做一些小改編這樣子 那他當時是這麼講的 他就跟觀眾說 那這個大家如果有follow我的話 都知道我前陣子 腹膜炎發作 然後拆點掛掉 小命不保啊 然後 醫生啊 就跟我說 欸 你這個太嚴重了 腸子 一定要切掉 那我就跟醫生說 好 切 但是 不要加辣 我這樣講 可能真的沒有那麼好笑 大家可以去看原本那部影片 好總之 這個羅大哥他就提到他最近真的是 得到一個算是重病吧 就是附膜炎 那附膜炎等一下會跟大家科普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細菌感染 那他去治療的過程中 他其實 其實我原本在聽這個段子的時候 我以為那個 腸子要切不要辣 我原本以為 切腸子是博恩他們自己給他加進去的橋段 結果不是欸 我新聞一查 這個羅大哥他是真的附膜炎 而且他真的小腸被切掉了26公分 然後真的在那個時候是真的很命危 然後後來是真的是成功救育 成功治癒然後才出院的 所以他真的有點算是在鬼門關前走一遭的感覺 好總之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要來科普 附膜炎 第一個是附膜炎 第二個為什麼附膜炎要切腸子 第三個人體的腸子被切了 到底會發生怎麼樣的事情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就是新聞媒體 針對他這個事件的一個報導的結錄 先看到這邊那個標題寫得很清楚 羅時風附膜炎爆縮十幾公斤 小腸切除26公分保命 我們先來講解一下附膜炎好了 總之講到附膜炎我們要先搞清楚什麼是附膜 我找到了一張還不錯的示意圖 這只是示意圖啦 它並不代表我們身體裡面內臟真正分佈的一個狀況 這個示意圖是什麼意思呢 大家可以看到最上面那個圓弧的東西 那個是我們的橫隔膜 所以那個橫隔膜下方就是黃色這一區 是我們的腹腔 那腹腔最上面很大的一塊 就是點點點狀那個東西 那個是我們的肝臟 那肝臟大家可以看到肝臟旁邊有圍著藍色的一圈 藍色的一圈那個叫做Visero Peritone 那個叫做脹氣附膜層 對呢就是脹氣的附膜的意思 講到附膜一直想到那個之前在打劍三 一直有那個武器的附膜 好不玩 總之脹氣旁邊 藍色那個就是脹氣的附膜層 那大家可以看到那個 藍色的附膜層往下臉 下面有三個孔洞有沒有 東東東 那三個孔洞基本上就代表我們的腸子啦 因為這是一個人體的側面橫切圖 所以你可以把那三個小孔洞 黑黑的孔洞想像是我們的腸子的橫切面這樣子 好 那基本上這只是一個示意圖 因為大家知道其實我們腸子很大一坨 我們腸子幾乎把我們的腹腔都佔滿了 絕對不可能會像它那麼空 竟然只有三個而已 所以基本上這是一個示意圖 那這個示意圖的意思就是說 藍色那個是脹氣附膜 脹氣附膜的外面有一個 就有另外一層是紅色的那一層大家有看到嗎 紅色那一層叫做Peritoperitonean 它是必層的附膜 那在藍色跟紅色中間那一塊黃色的區域 就叫所謂的Peritoneal cavity 附膜腔 附膜腔裡面基本上是一個無菌的狀態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我們人體內一個無菌的淨土 它裡面不該有任何細菌 不該有任何感染源這樣子 那今天什麼樣的狀況會造成藍色跟紅色的附膜 造到感染變成附膜鹽呢 那答案其實就是細菌跑進去黃色的這個空間裡面 那為什麼它會需要切除小腸呢 那剛剛有稍微講到附膜鹽產生的原因 附膜鹽產生的原因不外乎幾個啦 一個原因就是所謂的破裂的內臟 破裂的內臟像是胃腸窗孔這一類的 那為什麼會造成胃腸窗孔 其實胃腸窗孔的前身就叫做潰瘍 大家多多少少有聽到什麼胃潰瘍啊 十二指腸潰瘍啊 有時候你有一些胃那邊幽門螺旋感去的感染 然後再加上你壓力大啊還是怎麼樣 其實你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的狀況 一般人可能就是肚子悶悶的痛啊 然後稍微吃個胃藥就會緩解 可是這個潰瘍它其實就會對你這個脹氣 它的臂啊造成傷害 那這個潰瘍越潰瘍越深的話 有一朝一日如果你都沒有去治療它 它越來越嚴重 你這個胃壁腸壁就會穿孔 那穿孔這不得了啊裡面的物質裡面的細菌 就跑到黃色那個區域 就造成附魔炎了 那第二大類的原因就是 如果你的腸子發生了缺血性壞死的狀況 什麼狀況會發生缺血性壞死 因為大家知道腸子會需要血液去供應嘛 你這個血液去供應齁 如果像是類似中風或是像是你心肌梗塞 像心肌梗塞就是冠狀動脈阻塞嘛 中風就是腦血管阻塞 那一樣啊我們腸細膜的動脈 我們腸子的這個血管 一樣有可能因為血栓 或是一些慢性變成關係 產生堵塞了 那一旦這個供應腸子的血管堵塞 一樣腸子得不到血液供應 它開始壞死 它開始壞死之後黑掉 緊接著就是細菌感染 那細菌感染一樣會破到外面的黃色區域 造成附魔炎 那接下來就是一些比較特殊的狀況 例如說你是肝臟不好啊 或腎臟不好 你有一些附水的狀況 附水的話就容易會併發一個細菌性的附魔炎 或者是你有在洗附魔透析 這只會跟大家講 如果你有在洗附魔透析的話 因為有一個透析管 它算是一個外來物 有可能會造成附魔炎這樣子 總之附魔炎原因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羅大科他附魔炎會需要切到腸子 那代表他發生的原因 有可能是我剛剛講到的第二大類 也就是說他腸子裡面 供應腸子的血管堵塞了 造成他腸子的部分壞死 他腸子部分壞死 那邊就開始產生一個感染源 變成細菌感染 產生附魔炎 那附魔炎這時候我們除了要打很強的抗生素 去把那些細菌殺死之外 其實大家別忘記 他附魔炎的來源是什麼 其實是那個壞死的腸子 那個壞死整個黑掉的腸子 其實沒有救了啦 就其實跟我們之前在講那個 那個老師的案例一樣 這個手腳黑掉 沒救了 要截肢 那這個腸子也一樣 你腸子壞死一段時間之後 他整個都變黑了 基本上他留在身體裡面 就是一個感染源而已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要把 那一段腸子 那一段壞死的腸子給切掉 這樣然後再把好的腸子給接起來 所以這就是羅大哥 為什麼可能會需要去切除這個小腸的原因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附魔炎 那醫生就說你 如果 在我可以 在我可以 幾個時間半個小時 為什麼 你可能就不在這個時間 好 那麼基本上大家也常常會聽到 這樣子的個案 或這樣子的故事分享 很多人都會說 他真的附魔炎超嚴重 醫生常跟他說 晚來的半小時 當然是非常 非常就是危急的一個數字 有些人可能說 晚來半天一天 你可能就小命不飽 為什麼 因為附魔炎就像剛剛講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細菌感染 因為其實你 大部分附魔炎都是因為 腸子已經很嚴重感染 甚至破掉 細菌往附魔跑 那你附魔他大範圍的感染 其實你會很快的進入到 所謂的敗血性休克 那關於敗血性休克的一個詳細基準 大家可以看到 鋼鐵教授的那一篇影片 那一篇影片其實我對敗血性休克 做了蠻詳細的解釋 那附魔炎基本上 他就是會讓患者很快的 進入到一個敗血性休克的狀態 那這時候如果我們不趕快 用非常強力的抗生素 然後在病人這個敗血性休克 血壓開始掉的狀況下 我們不趕快用生牙劑的話 這常常一下子細菌感染一波就帶走了 這完全是小命不保證 是會非常鬼門關前走 一早可以這麼說啦 總之他是非常嚴重的一個細菌感染 那最後跟大家探討一下 這個羅大哥他切了26公分的小腸 大家就會想說 小腸被切了26公分耶 26公分其實蠻長的耶 那這樣子之後 他身體會不會有事情啊 這其實大家要去回顧一下 其實你國小啊 國中生物課可能都有提過這個 人體的小腸到底是幾公分 我幫大家複習一下 人體的小腸齁 大概大家記的話 可以記大概5、6公尺啦 其實還蠻長的耶 那你去翻一些文獻 翻一些數據 他可能會跟你講 小腸是3到8公尺 為什麼呢 因為小腸他其實是一個dynamic 他其實是一個動態的器官 他其實有時候肌肉收縮 他可能就比較短 書章他可能就比較長 所以你去看書 他可能就會說3到8公尺 可以反正平均大概5到6公尺啦 5到6公尺的小腸 其實切個大概2、30公分來講 理論上是還好 他可能切完當下 因為腸子上食部分功能 羅大哥可能會一開始吃東西 一開始會有點 可能拉肚子還怎麼樣的狀況 但他其他的腸道 他其實會開始向上適應 對有點像中訓的那個向上適應 他會變得更有功能 所以理論上 切除2、30公分的腸子 是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但是如果你腸子切到一半 6、7成以上 就切到那麼大部分的腸子的話 那你的營養吸收就會有問題囉 如果像我們腸子5、6公尺 我們常會說如果 切了70%以上的小腸 腸就會面臨一種狀況 叫做短腸症候群 短腸症候群的病患 他的腸子就沒有辦法 很有效率的吸收和營養 因為大部分的腸子都已經被切掉了 所以那種患者其實就是蠻辛苦的 就會需要接受所謂的全靜脈營養 才得以維生 所以這是給大家做的一個小補充 基本上羅大哥切了2、30公分的腸子 理論上他好好保養 注重他吃的東西 理論上對未來是博有太大的影響 好的 那麼這集 暢安哥評論就跟大家解釋到這邊 那如果你對更多醫學知識 有興趣可以購買98億 攸關系列醫學商事沒有人教 我除了這本暢銷書 那也可以訂閱方格子 暢安哥的小兒加一醫學知識大補帖 裡面有非常有趣的醫學知識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